我们把这个门磁分开 苹果这马上显示默认房间大门打开 然后呢 我的手机也会报警 请注意检测到未经授权的开门事件 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安防系统 我现在的安防系统是启动的状态 所以我会分开门磁之后 它会有一个消息通知 推送到我的手机上 那我现在呢 把这个门磁再恢复成合并的状态 那大门已经关闭 我现在把这个安防系统关闭 安防系统关闭之后 我们再分开这个门磁 我的手机就不再会收到报警的通知了 那么呢 我们就成功的使用Home Assistant 实现了一个安防的系统 安防系统一共有三个模式 一个是夜间模式 一个是在家模式 还有一个是离家模式 如果我们出门的时候呢 把它选成离家模式 我们就可以成功的收到手机的通知 通知报警 好 那么现在呢 我就带大家操作一下 如何把这个安防系统 集成到你的苹果家庭里 首先呢 我们还是打开浏览器 在我们这个Home Assistant 这个网页界面呢 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安防系统的 刚才呢 我关闭之后 它这边会显示一个绿色的图标 证明呢 现在我们是没有布置一个安防系统 如果我们需要布置呢 也可以在Home Assistant的网页上 直接点击离家警戒 或者是点击再加警戒 这个离家警戒呢 稍微有一些慢 从网页上点的话 稍微有一些慢 然后呢 这个位置变成红色之后呢 这个警戒就开始生效了 我们回到苹果家庭里看 这个警戒的位置 也就是一个外出警戒的状态 这个时候分开门词 我们是可以收到手机的报警的 我们也可以在网页上解除它 解除也是非常快 只是布防的时候稍微有些慢 大概有几秒钟的时间 然后这个这个界面呢 我们还可以给它增加一个密码 密码输入的一个界面 它会在这个位置显示出一个 123456789这样的一个控制面板 数字输入的面板 我们可以给这个面板输入 输入一个数字的密码 这个密码呢 只有知道的人才可以 让家里面变成警戒状态 或者是解除警戒状态 我们现在呢 回到这个 左侧的configuretor 它的配置文件 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这一段 很简单的配置 配置完之后呢 就会实现我们刚才 在首页的这个这个状态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这边有一个注释掉的一个code的位置 这个code的位置呢 这个1234就代表我刚才介绍的这个密码输入键盘 你可以把它改成任何你想要的密码 然后重启一下Home Assistant就生效了 但是如果你这边使用密码的话 那苹果家庭那边就不能使用了 只能是在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输入密码 然后警戒和离家警戒 或者是在家警戒 或者是解除警戒 那么这样手动布置警戒 很麻烦 还有手动的恢复也比较麻烦 会造成一些失误 或者是忘记 我们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让它自动的警戒 如果你家里没有人了 自动它就变成离家警戒 其实离家警戒在家警戒 你可以理解为两个警戒场景 这两个警戒场景呢 你可以分别的定义一些不同的内容 比如说在家警戒呢 你可以通知外出这个人的手机 在家这个人呢 感觉不到什么 也就是说比如说 呃 女主人在家 男主人外出了 我可以设置成在家警戒 然后女主人 比如说触发了一些什么东西 我男主人在外面是可以收到的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自动警戒 这一部分 我们 女主人在在外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个安防系统就做好了 你就可以利用一个门词来实现一套安防系统了 并且呢这套安防系统也是可以通过苹果家庭来控制的 好那本期节目的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一定记得订阅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